那现在在这个时候 因为美国国务院 他并没有公开说明说 为什么这个中华民国旗 在官网上官网上面都被拿下来 那么这个我把它视为是一个 美国国务院受到压力 但是自己还没有定论的一个讯息 也就是说他们受到压力 所以他在部分的官网上 把清天白日旗拿下来 但是美国国务院是不是把这个视为 他们以后的政策 或者是把它视为 对于原来对台跟对中国的政策的一个改变 那这个部分他们可能自己都还在讨论跟争议 所以就是为什么 不管是我们的诸外单位 甚至记者到国务院记者会的时候 问这个问题 得到答案都是千篇一律 但是这个事情 台湾的确是应该花很大的努力 不管是民间或者是政府 花很大的努力 大家来确定台湾的这个利益 在这里面得到保障的 我看这里面得到 达 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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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